在红夫人的角色纪念日中 她的角色日信件是一封判决书 上面讲述了让那德瓦罗尔假冒红夫人的闺蜜 骗取一位主教的权财 最后事情败露 被判处编刑并终身囚禁 那位主教也被革职 看起来红夫人与此事无关 而纪念日是角色最重要的日子 比如厂长 她的角色日是园丁的生日 想想都感人 那这封信和红夫人有什么关系呢 在历史上 确实有瓦罗尔这个人 她也确实冒充玛丽皇后 也就是红夫人原型的闺蜜 骗取了一位主教的钱财 但这件丑闻成了压倒君主立宪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后巴黎人民攻陷巴士抵御 法国大革命爆发四年后 玛丽王后 也就是红夫人被处以死刑送上段投胎 可以说 这封信是红夫人人生的转折点 而她其实根本没有准备好这一切的到来